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那接下来谭老师要来分享健康美味好料理 所以刚刚讲到感染的修养过程当中 休息跟饮食的健康很重要 老师要分享推荐大家这个季节烧的香辣海鲜 那我们先把四季豆竟然干扁一下 让它风味会比较好 你这一个有点像干边四季豆 就是那个中餐馆子 但是现在的中菜的这道名菜的四季豆 都是用炸的过油 对 那我不要 我就是给它干边 让它稍微有一点加热 我们再来炒海鲜 那我们今天的配料海鲜 蛤蜊 蝦子 花枝 中卷都可以 这个是角白树 对 好 甜椒玉米树 那这个是什么 那个SO酱 干贝酱 好 老师你拿来的酱 这是我姐做的 哦 厉害厉害 好 就等于是你用你喜欢的 家常的SO酱 对 好 那通常这样干边要煸多久 就是让它稍微有点皱皱的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稍微煸它一下 汤老师刚刚四季豆煸香之后 加一点油 然后煎了一下这一个相关的海鲜嘛 对 然后我们就加一点角白笋 好 然后把玉米笋也先加进来 好 老师 刚刚那个一点油煎一下海鲜 稍微闷到五分熟 其他的配料也可以在这里下 对 那我们那个甜椒 因为它很容易就熟 所以我就不这时候下 然后我们再加一点酒 好 这个是一点点米酒 对 然后我们SO酱这时候就下去 那我这个有点辣 SO酱大家自己斟酌自己喜欢的 那个辣度跟风味而调整 对 那我因为比较吃蛋口味 所以我可能就不再额外加盐 那如果觉得不够的话 可以再加点盐 那味道会比较够 好 因为你那个SO酱也是有咸度 然后你待会要放蛤蜊 蛤蜊常常也带咸度 对 所以我们再给它盖起来 让它稍微熟一点 因为虾子比较大只 那这个 唐老师刚刚事实上 这个加了一点米酒之后 蛤蜊也让它下去 那蛤蜊它等一下才会开 所以我们现在再把那个红黄椒加进去 好 那因为我只有那个SO酱 但是不够咸 所以我们可以加一点点的盐 好 然后一点点的糖 这样子一点点就好了 好 那等蛤蜊全开 我们就来试吃 每次吃谭老师的料理 就一定要吃它食材的那个甜美 像它的那个虾子 那个海鲜味 那非常非常容易 是一个很新鲜的虾子 那不管它的蛤蜊 还有它的中卷 那另外我最喜欢吃的是它的角白笋 它的角白笋好甜 不知道去哪里买这么好的角白笋 我在想说很多时候 小朋友不喜欢吃蔬菜 是因为他没有吃到很好吃的蔬菜 大家可以多买一些好吃的蔬菜 然后做这样的一个料理 这是一个简单又不会有高油炎糖的那个影响 是一个可以提升免疫力很棒的一道料理 那我们今天讲到的抗生素 其实很多的抗生素的滥用 最常发生还是在感冒 你讲说感冒大部分还是一些病毒性的感染 那病毒性